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帅 就是前几天呢我发一个视频就说 之前上千的多肉 很贵的多肉 然后呢现在变得特别便宜 然后呢受到很多人的这种 就是还想看 他还想看这种多肉 今天呢我带大家看一些比较经验的那种多肉 之前呢特别贵特别贵 死贵死贵 现在呢变得特别便宜了 来 首先呢就是这一款 乒乓扶娘锦 乒乓扶娘锦啊在 嗯 两年之前吧 一个头的话能卖到几百啊 就是这么一颗群的话 可能就是 一千两千左右 现在呢就变 连连小小几百都没有了 就是一两百的样子 但是呢它的颜值呢 依然是非常的 哇塞 因为现在呢就是繁殖的人多了 所以说价格就打下来了 这个呢是我 比较喜欢的多肉之一啊 它有这种全黄的 有这种红 有红的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啊 特别特别的漂亮 然后呢我们看下一个 这一款多肉呢就是 我不知道为啥能卖的这么贵 之前呢这么一颗也是上签的 它这个名字呢叫做象牙 象牙的这个多肉 具体卖贵的原因我不知道 反正我看着是不太好看啊 就是绿绿的 胖胖的胖胖嘟嘟的 也没有颜色 你看这么多 它之前也是卖到一两千的 现在呢 也是掉价了 掉得很厉害 估计是在一折左右吧 一折之前呢两三千 现在都是一折一折的价格 而且呢 现在买的人也变少了 看这边也是那个小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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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肉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不知道它 它之前卖的贵不贵啊 但是偶尔发现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吧 其实这一款呢 也是 就是女王卖 卖杆吧 女王卖杆 然后呢 在前刚开始有这个多肉的品种的时候呢 嗯 它就是能卖到 几百打几百上千 现在呢 也就是几十几块 真的没想到啊 这么好品质的 反而比之前随便那种品质的这种品种 要便宜这么多 说明什么呢 多肉这个行业啊 一直在内卷 其实呢 还有很多 咱们去看看下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这种白菊 这个白菊啊 嗯 为什么这么贵呢 因为它是按头算的 你看这种 这种的 就是 就算两个头了 就是卖家呢 就算两个头了 那时候呢 一个头是在三十 这是 嗯 多少个头啊 应该是在 一百多个头吧 一百多个头 这个应该是在 嗯 一两千 但是现在呢 一个头可能也是一只 五六块钱 五六块钱 然后呢 但是现在也不便宜 因为它头多嘛 这个 这个白菊啊 真的是非常难养 所以说呢 它的价格就一直居高不下 看它的杆子这么粗了 像这种品质的 应该也得 嗯 几百吧 但是比之前是便宜的很多很多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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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